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轮下的非常激烈的一个非常白热化的一个阶段 对 因为当时他们几个人发挥得非常好 对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这番戏也决定了过军的走向 过军的归属 其实本来可能大家也知道了 比赛前四五轮应该说是许云川行事最好 对 许云川当时连赏 后来黑马赵金城杀出来了 赵金城又一度率先 对 我们之后还会有介绍 对 后来天一积分又从后边又杀出了 所以几个人竞争非常激烈 那这番棋呢 四分这个小将郑维彤呢 面对王天一呢 他也采用了这个中炮的开局 对 在我看的郑维彤这个对局里面 是不是仙人主流多一点 好像是 因为说前几年的这个郑维彤呢 仙人主流走得比较多 对 是 最近一两年呢 他也是频频参与中炮呢 有的时候这个直线进攻 那郑维彤这位小将呢 应该说是在这个众多的年轻新锐当中呢 比较突出的一个 对 最近呢表现得也非常抢眼 对 本届个人赛呢 他也获得了第三名 好成绩 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 对 马尔印三 也可以说是被誉为四分队的未来之星吧 对 他此番中炮也是对王天一的一个挑战啊 红方采用的是右驱过河 这个就是最常见的近七兵过河驱 对 这一路变化呢 就是双方呢 就是很容易形成啊 比较尖锐的激烈的这种啊 对攻的局面 对 比较正常 一般来讲呢 平豹对居 平豹对居 还有马七六 这两路呢 都是比较流行的这个变化 嗯 那郑威同呢 应该说 呃 从去年开始呢 他对五流炮呢 应该说是比较喜爱 哦 就是走跑二平九 九二平三 然后炮九一 炮八平六 炮八平六 对 去年下载联赛当中 我也跟他下了一排 是吧 对 他也多次运用 哦 有独到见解 对 并且对云川啊等等这个选手 也都采用了五流炮 嗯 他对五流炮应该说是素有研究吧 哎 那此番王天一没有走平豹对居 是不是就准备避开他的五流炮了 对 可能也是 王天一选择向三进五 可能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啊 对 向三进五 嗯 嗯 这是一个老式的下法 对 但是最近好像又比较流行啊 对 嗯 嗯 不像呢 呃 最早的在 就全国赛来看 就是说的这个专业级别以上的这种比赛来看呢 在2005年06年左右 就比较 反正我看到这个对局资料呢 这个最早是来自香港的一位选手 叫张家端 啊 他对这个河北的王日祥呢 曾经走了一个这个小三级 是吧 对 我印象中就是网上下的比较多 他这招骑呢 其实老早的就有 对 这是高气马的一个下法 呃 一般高气马是先走直式 先补项呢 就是说他保留了一个退欧骑马的这个变化 哎 是这意思 那么洪方接下来走马八进七 嗯 洪方 除了马八进七 啊 有巨二瓶三的下法 巨二瓶三 巨二瓶三呢 黑方洋 也要马三退五 对 那跑去一 哎 这样 嗯 王天一风格呢 这个不具格啊 对 他呢 就是什么都敢走 对 我们比较 小将比较能冲啊 什么都敢尝试 对 哪套不具 套一就这种走法呢 你应该说是 有意把棋局呢 导向复杂 嗯 并且也要看一下洪方的这种啊 动向 他想看看洪方能掌握多少啊 看看这小将的功课 这个棋呢 就是这种走法呢 呃 就 我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呃 香港呢 张柏端啊 啊 直后手对这个王尔强走 当时呢 这个王尔强呢 也是跟本军实战走的一样 巨二瓶三 哎 这是一个接受挑战的下法啊 但是在比较高级的这个选手当中呢 就水平比较高的选手当中呢 好像还有人下居住基因 是在2008年呢 这个苗栗明呢 直红旗呢 对于蒋川的时候 是走过一旁 是这个 对 他没走距离 他当时呢 这个蒋川呢 面对这个局变的时候呢 直接回来了 他就撤撤离了 这个退居肯定是示弱了 对 我也觉得是 这个旗就等于黑方达到目的 就算他足三级一 你还能退居 他还可以走 爬出级一 但是他 苗栗明当时呢 他也走爬平酒 就是在2008年这个 威凯杯全国象棋排名赛当中 走的 最后双方是 集在整合 占平了 但是这个退居呢 显得肯定是弱 对 那么除此以外 又选手 拉平酒 许久经营 反正走这个黑方 黑方就拱足了 对 这样红方拒而退而退 对 这儿黑方黑在 这样啪啪尖支起来 这儿就形成了 这个直空居 对两头蛇的 对 这个变化了 有点横圆 对 基本上横圆了 这个度变化呢 双方也都 也都可以接受 但是作为红方来讲呢 这个郑维同呢 他也是 求战心切了 是 正是抢分的阶段 因为这个 这个四川队啊 这个对于郑维同 也是至于厚望 对 四川队最近也没有什么 特别突出的选手 四川队从整体的历史上 走向来看呢 也出了很多 不错的选手 但是至今为止呢 还没有一位选手呢 就是在全国象棋女子当中 男子当中呢 取得 获得冠军 冠军的这个名词都没有 钱老师好像曾经得过全国亚军是吧 全国 对 他应该进过前六名 进过前六名是吧 对 得过全国第六 就是现在也是四川队的这个主帅 教练啊 呃 也是成都区员的院长 这个蒋全胜 对 这个局长 向区队的这个帅印吧 对 不仅是向区队了 应该是全盘 对 那这个呃 蒋全胜老师呢 也曾经说过 就是说对这个 张维同呢 也是寄予厚望 并且呢 非常希望他有个突破 也给张维同呢 这个呃 更多的这个鼓励啊 对 特别是这个 悬赏这个四川将士 如果哪位选手呢 在最近几年当中呢 能够夺到全国 呃 就是个人赛的 中奖啊 对 中奖 是吗 据说是 那这是一个好的激励啊 据说是奖一套棚子 哎呦 是吗 那这张维同是不是 这个有希望了 看上去 对 张维同呢 呃 当然也不仅是为了这套棚子 对 因为张维同本身这个小项呢 他 本身比较认真 他也是出力力很强 对 是 而且呢 他对齐呢 也很执着 嗯 呃 非常沉稳的 达 嗯 是 看上去 对人呢 也是兵兵有礼 也是 比较有礼貌 对 就是说大家呢 对小郑呢 这个印象都不错 因为这个 呃 同学呢 刚刚出道 他表现得也非常好 但是在齐上呢 也是很认真 嗯 呃 这两年呢 也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进步 对 马森队舞 之后呢 洪荒就把七七六 强行往上跳 哎 我们来看这个齐就进入开始战斗了 准备啊 等兵相接了 嗯 这个齐呢 洪荒往上跳呢 黑方也要下足三级 对 这是势在必行的一个招法 洪荒就马来进去 洪荒马来进去 这也是计划内的 然后黑方足三级 嗯 这样 这个下法呢 也是在2006年那个 当年的个人赛呢 这个王若翔 就是那个香港 香港那个 张家端 嗯 就走着这个齐 他当时走G9级 哦 G9级 那他不怕G1平三捉吗 呃 反正他这个想法 他可能觉得有 破花平息 灯中像 啊 但是这个齐的想法以后 当时也没有引起 大家的这个注意 是吧 还没流行啊 对 那么从2008年 这个苗立明对阵蒋川以后呢 好了 逐步在 最高水平的比赛当中啊 就出现了 慢慢就蔓延了 啊 你像这什么 就开始流行 啊 深鹏啊 什么黄珠峰啊 都走过这个 先手后手 他们都走的都比较多 嗯 是不是因为这里面战术比较强 所以年轻骑手比较喜欢研究这个呀 是 嗯 特别是这个河北队 这个苗立明这个 带头走这个旗 一战术大价为主 他本局呢 张维东选用破花平息 对 因为这个旗呢 黑方这种走法就是想求变 啊 那么红方呢 以牙还牙 嗯 红方 也不适合 就是采取这种 对功量 对 赢人接受 嗯 此外呢 红方也有走 泡八瓶酒的 泡八瓶酒 如果你居居居三 它泡八瓶酒 这样 对 以后呢 它就有这么一个 拐区一个中向 嗯 那黑方也肯定要 拐区 这是必须 然后它登中向 登中向 那它 吃着居呢 但是它 但是它卧槽 不能飞 打僵 那它这样打局 对 它打一僵 它登回去 它再把这些登回来 这是一个交换 红方呢 夺一个向呢 对战已经优势 嗯 稍优 这么一种区别 但黑方也能接受 对 这边有个 泡八瓶酒的下吧 这个特意要是 陶八瓶酒 曾经下过一盘 哦 六十丈 嗯 那居居居居出来 但是更多的呢 都是走泡八瓶酒 就是不给黑方 居居居三个机会 泡八瓶酒 就是不让它先走 直接预防了 对 这样黑方 因为下部局有些妈 比较严厉 对 你要是拱 它就要对吃了 对 先把这二楼胖呢 进三步 唐鲁 二进三 是一个先手 打冰 又打局又打相 对 那么红方在 对这个 对 那么走到这呢 就是双方这个棋局呢 就是成 犬牙交错 对 就是这个平衡 就完全打破了 嗯 赞长很多 那么本局 张维彤呢 选择的是足三棋 足三棋 王天一呢 这个在本次比赛中 应该说表现也非常不错 对 最后呢 他一轮棋 也是冠军的 对 有力争夺者 没错 也在那个第一集团里面 对 他在第二天 最终呢 他是战胜了这个汪洋 来自湖北的这个 也是高手 一等一的高手 对 但是还是没有追上 谢敬 获得第二名 也是他最好成绩了 不啊 个人赛冠军 对 他去年是冠军 对 个人冠军 前年是冠军 嗯 足三棋一居酒瓶吧 嗯 不过王天一最近的比赛 好像都没出过前赛啊 就包括杯赛啊什么的 所以势头也比较猛 应该说王天一 最近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对 还是不错 去年 他也等起来看 表现非常好 对 联赛 他是获得了这个 市井赛的这个冠军 对 市井赛 另外他的等级分呢 通过 这连续几年的这个努力呢 现在已经升到第一位了 对 最新的等级分出到第一位了 居酒瓶吧 这样黑的 黑的走主席 主席进一拱 这个棋呢就是 黑方拱呢 可能也要拱啊 此外的还有走居平二的 这样走 我是觉得他这个居平二 这个我上网查了一下 这个以往对局 高手走对还真少 是吧 一般都是走主席进一 居平二还是少 居平二这个棋呢 就是说现在那拱子炮呢 对啊 感觉这个炮要逃 嗯 那么黑方呢 就是看这个棋怎么走 我是觉得黑方出居 然后封着这边 这盘棋下完以后呢 通过这盘棋的这个队鱼呢 我感觉王天一对这个棋呢 就是他下这棋的时候 他也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了解 现场 有的时候现场看的 这个王天一呢 是来自北京的这个选手 你对他比较熟悉 如果要说的 用那个我们这个 平时交流的话 就说他打大 啊 什么都敢尝试一下 对 现场找招啊 他敢走 但并不意味着 他每个棋呢 都精一求精的 都知道 都是那么娴熟 这个作为人来讲 也做不到 他如果打僵的话呢 红方有平炮 炮八金六 这个棋在网上呢 倒有选手下过 这个棋是不是 我看上去 红的好像好一点 这个炮有点突的 对 他就是他以后呢 他有一个捉炮 对啊 没有怎么配合 对 显然好像黑方的 后续不足 红方略好一点 但是棋局也很复杂 另外黑方除了打僵以外呢 也要走炮八金四的 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这个可提 这样是加强四路线的 一个风策 他下部就要炮八平七 他也把你按住 这儿呢等于双方呢 红方来按住黑方 黑方证据再来反制 典型的各有顾忌啊 这棋就比较复杂 但并听呢 他 起方没有拘役平二 对 他下这半棋的时候 他无意尝试这拘役平二的变化 他就走足迹 大多数的棋手是足迹 以往呢 红方走过 黑方在炮八退役 对 这个 建雕拆招嘛 小郑在家做的功课 兵武基一了啊 对 他选择兵武基 我想他肯定是准备挺充分的 应该是摆过了 小郑的布局是非常娴熟的 对 肯定是 现在在全国 这个 所有的这个 选手当中 小郑的布局的娴熟程度 应该数一数二 是吧 对 年轻洗手嘛 对 他非常康复 突出 然后这个棋呢 就是说 黑方的关注 实战当中呢 他选择了足三尼 也不能说错 另外呢 还有走 拘役平二的 对 选择 就实际形成 这个对冬战 也是一个炮器退役 那倒不一定 来 我们简单摆一下 拘役平二 那么红方如果 推炮的话 感觉飞方先动手 先拱足了 但是红方 强行进攻是吧 会有强硬的兵武基 这个变化呢 也非常激烈 他也得拱 对 对吧 他得拱 他肯定要拱 然后红方呢 冲过去 也要对过 冲过去 这个气息 就是看 就是一眼看不清楚了 是吧 那好 那这个局面呢 我们先摆到这里的 稍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 这个局面下的具体变化 对 让观众们看看自信 好 我们来接下来看这个局面啊 就是走到这儿呢 其实黑方有多种选择 对 看上去 黑方这炮楼闪啊 对 就是说我们先看 先看闪江吧 他抽屈一将 红方可以把它蹬掉 这样黑方吃掉 然后红方走 冰骨筋冲 冲 这个其实红方呢 也是很凶 看上去挺厉害啊 中校 黑方呢 是肯定不能打 对 打完了一蹬呢 他马骨筋冲也非常厉害 就是这卧行马没法弄了 可能总之呢 就是这一期呢 黑方要平足 靠炮 你炮要逃呢 这样可能 他将来多了足足平足 这样是不是冰武筋冲过去了 那他肯定要拱 是吧 对 那黑方就失了 这样他支了 然后红方有这么一抽箱呢 交换了 把这个菊呢 再抽回来 这样他拱了 他吃了 对 黑方再把马退回去 这个局面呢 就是说横方呢 是多一个项呢 略占一些优势 嘴位高一点好像 他飞掉 然后黑方还要再逃足 对 这样红方嘴位 拉也拉不如 拉呢 他将来可以马来进去 再上海 对 但是总的大叔 红方稍好 对 这个局面呢 就是红方呢 战先漫长了 残局呢 脚不有力 对 这个局面呢 就是大致是有这么一个变化 那此外呢 就是黑方呢 还有泡尔平漆是吗 对 它还有泡尔平漆 也可以考虑 看上去也挺复杂的 对 红方聚发进去 我先吃掉 我们就给大家的模拟这两个变化 对 红方可以进马脚伤 吃势 红方 马五金三 它如果马五金三不行 拿法退出江子 对 给马五退散 马五退散 红方呢可以平易江 知势 吃马 吃马平漆 对 这个杀旗 黑方呢 出降 如果要出降的话呢 这个旗就不好了 就躲居吧 对 它躲居 躲居这个旗啊 黑方就坏了 它如果进不到打马 你只能打马 红方有一个炮打中式 炮打中式 要吐杀了是吧 这个打中式就太凶了 你马一灯的话 它一杀姜 一会儿兵用上了 一上将它就把你撞死了 这挺厉害 这个旗呢 就是黑方 就是它有好骑 它可以马骑救 那个 马没吃了 吃完了 但这个旗 红方就可以狙居退伍退回来 高居啊 对 这个变化结果呢 就是说红方呢 打这个 然后拱这个 又简化了 对 红方呢 略战一些 对 红方的子还是高 还是稍微主动一些 但是这个旗 黑方呢 由于过了两个族 红方暂时呢 也没有特别明显的 这个手段 所以这个旗 黑方呢 也可下 对 林场呢 这个天一呢 他可能觉得 专门虫啊 这种旗 他肯定都把握了 是吧 有准备的 这个重套 因此呢 这个 他在林场选择的时候呢 他也并不是说的 很有细心 选择这儿的变化 另外呢 黑方呢 也可以走族三平寺 拱一下 还有这么复杂 这也非常复杂 真是很复杂啊 然后黑方 再走旗 再拱他 如果你拱了 他就打一枪 你蹬掉 他飞掉 一吃他拱掉 红方呢 把象吃了 然后他将来把狙呢 吊入你这个炮 这样红的不好闪 是吧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不给大家细说了 他吊入炮以后 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他将来老有狙二 接二来送狙 在关键的时候就可以送狙 有可能变成双狙 对 狙双冒 总之呢 这个机会呢 也基本上相当 对 有兴趣的 奇迷朋友 可以在下面多摆摆啊 此外黑方呢 还有送七组的这个变化 反正这个变化呢 错误复杂 这是一个齐狙的分水岭 对 我估计天一呢 这个对近郑维彤的时候 他选择这个布局呢 就说的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郑维彤呢 摆得这么深 嗯 没有想到这兵无忌一 这个走的招法呢 也很凶悍 他就 逼中就轻嘛 他就选择了 所以他就先 对 左三级一呢 对 他把这个炮吃了 他就把你餐吃掉 实际上是这样 但是我总是觉得 让这个郑出来嘛 还是一会儿被封住 好像红方下得更简单了 这其实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说黑方呢 此力是落后的 对 在后面 他没有出来 但是他有俩足是吧 都速度慢 但是他过了两个足 就是他黑方过这两个足的 这种补偿的能力 是否能够足够 弥补呢 自己的子力慢的这个 这是一个大的形式判断 他拘平三 这样拘八戒三封住 这是必须要走的 这儿呢 我们看啊 就是红方呢 等于把双鞠马 都全线压过去了 然后这三个马呢 准备随时呢 随时往上跳 跳出 黑方这两个足呢 这个帅斧呢 也比较近 对 尤其是这个 贴两下就到了 对 我觉得黑方是不是什么时候考虑 能把左鞠动动 一会儿有机会了 其实这个旗 倒不是左鞠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这个 实战 他走的足迹一 他希望他吃了 把马跳上来 对啊 吃马一跳一跳 然后马五进鞠练出来 就安全 那红方肯定是要跳马的 不会吃足 对 红方跳 然后黑方呢 左鞠再拱 这也是正常的 红方又跑步退 就这个旗啊 黑方呢 看起来呢 就是也比较便宜 这两个足啊 毕竟比较近 得了两个先手呢 但是 最关键的呢 黑方呢 应该考虑呢 就是怎么把大子呢 盘旋出 对 就是左边 我觉得 可以赶紧把这个大子 斩出来 这两个温宜马 现在是动不了 跑步退役 对 这个旗呢 就是黑方观死 应该是走退步盘 就是第一个 防范它将来这种手段 第二个还能打鞠 另外下部就是 然后把这个鞠打开 把这马盘出来 如果你这个时候打鞠 它就鞠三平一回去 这样你没有勾马了 是吧 你鞠三平四 它就鞠一接二 长起来 对 这样红方 是不是后续手段 不够足啊 就是红方没有明确的 这个手段 没有很明确的手段 你鞠三平 它可以飞高下 这样我就先别上 这个跳马也能别上 是吧 对 就总之呢 这个棋呢 由于黑方这族很近啊 红方将来也有很多的 这个顾忌 是吧 黑方呢 应该走这种推炮 他是不是当时 也是对红方左翼的 这个顾忌不足啊 这个应该说 这个天一下这种棋呢 其实我看到 他下这种棋呢 还是比较少的 是吧 然后他走足迹平六 忽略了这个 郑维同左边的这个 子的一个突然的出击啊 然后现在呢 这是好奇 拱足呢 实际是全盘的这个败州 对 这么看是 黑方误以为的是先手 但是红方抢先的这个动手了 所以这个棋 腾罗的这个走法呢 没有走上以后呢 红方就率先发动这个攻势 现在赤鞠的黑方也不能 不要鞠 就是啊 他向武三和鞠村平 实际上都差不多了 红方都有马七警八 他先飞了一个 对 红方马七警八 马七警八 现在这个棋 黑方就有点痛苦了 这个项子回不来 对啊 回来他就挂脚了 马八推六了 这个足够呢 他又不肯轻易送 送他就吃了可能 吃了以后 黑方还是不好多 对 这根线还被吊着 那么黑方呢 这个很无奈 忍痛的把鞠呢 取三平一了 再回到原点 我是觉得 王天一当时可能 对这炮物平漆 可能没有想到这么厉害 或者说没看见 漏看了 是有可能 是吧 嗯 这个看上去 显得郑维彤这个 准备的真的不错 对 郑维彤确实这个开局啊 这个方面呢 对 非常的搜索 很不错 而且这个研究的呢 也比较深入 对这个很多高手 都形成了这个威胁 对 年轻 后期之秀 现在 红方一满无尽气以后呢 要登足 要打下 那么作为黑方来讲 这个棋局啊 这个 瞬间觉得有点难受了 对 不知道怎么应付了 这个棋师后呢 我看这个棋 黑方呢 也只能走 足色基因 足色基因 那么红方只能打了吗 然后黑方再走 扑花瓶酒 扑花瓶酒 然后再寻找机会来 准备动发落菊是吧 对 聚八进四啊 聚八进五啊 这棋 红旗有没有 什么好的手段呢 红旗呢 嗯 它有这种手段 哦 线炮 这个棋也非常手段 准备挂脚 那黑方就得 马上去 咱把它登了 登了 如果GZ2呢 也可以走 GZ2呢 就是亏一点 嗯 认亏了是吧 GZ2他就打了 对 他就登了以后呢 红旗这个局面已经吃 然后黑方再马上去 再前一马上上 反正倚仗 前面有俩足 对 然后他GZ2就追 黑方在GZ1住 反正这个棋的黑方呢 也能应付 也并不是说的呢 马上就崩溃了 因为他毕竟还是有反击力 他毕竟一会碰个事什么的 他能挂上僵 那么红旗呢 除了这个炮金二急功以外呢 他又这种 可以稳一点的攻 先退一下 GZ2是吧 他就不让对方去八经五 也不能去八经四正好 对 红旗在兵部级往上冲 也是红旗呢 比较主动 那这八路局过不来了是吧 就这个棋呢 肯定是红旗好 对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战线呢 还比较漫长 对 对方呢 毕竟也 这么近个族 他换个什么东西 红旗也得担心点 那这个时间当中呢 这个王天一呢 时间也比较趋紧 因为这个棋啊 我们讲的可能大家觉得 哎 比较快 对对对 下的时候 王天一这种点就很紧了 对 脑子得起算 这个王天一呢 他下棋应该是说反应很快的 但是这种棋反应啊 下快棋 跟反应没有绝对关系 因为线条太多了 对 电话太多了 这个棋只有在事前呢 进行这个深入的研究 对 林场呢 在凭感觉 在见证拆拆 没错 所以 谁的家人功课做得好 谁就占便宜 我估计这种啊 什么兵母金啊 这马上有很多这种走法 出乎王天一的意料 对 我也是这么想 但是小郑同志研究的挺深啊 他挺熟啊 所以这实践上也占便宜 GG2呢 就是 他以为红方会打相 实际红方打相也是 打相他G3三 他是这么想的 G3三红方对G也是占优 你要是G要躲开他 他还有杀中兵啊 可能黑的还能觉得扛扛吧 那么由于十一万一呢 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 就打相肯定也占优了 那红方呢 小郑呢 走得更好啊 他就更简洁 他就马八九把这事 一懂啊 这个突破了 这才 因为黑方呢 有点不太好弄了 铁他 铁了就这样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啊 由于时间来不及 我们不给大家细整了 就是一铁一将 他灯下不这个 炮气瓶六一张 就接受不了了啊 那黑方可能最完全 应该走G1推2再回去 但是作为人来讲呢 他不能接受 就走G1推2再回去 那他马六退 就是他白吃零食 他再回来呗 再马着回来 但是黑方呢 从心里上跟你接受不了 对 他认为这个亏太多了 他把G1推2 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看 红方怎么 这个入局了啊 红方也走得很紧凑啊 对 他马六退5 他把这个G炮给你切断 对 这样黑气瓶就吃了 对 因为刚才这个旗 他不走G1推2 如果飞向呢 他也会走马六退5 登向 对 因为底下有僵 攻势也很强大 这样就是全都 遮在这个窝心码上面啊 黑方比如说 这样五公司 这样 取放在等 等于通过这个巧妙的转化呢 红方把黑方这个防守的这个区呢 换掉以后 对 黑方右翼成为 等于 左翼就切进去了 对 嗯 那黑方无奈 只能下足 这样把相打了 对 我们看 这样 这样 这两个足没什么作为了 我看 对对 好 一下给这个 因为你撞一下他上去 你再点一张 他可以上三楼 对 你杀不死他 就是 这个棋呢 就说的也很无奈 泡没瓶 对 泡没瓶 对 我们刚才 对 刚才说的应该泡八瓶 对 要泡瓶了还可以下 泡瓶了还能下 黑方呢 这个下笔泡 嗯 这样 他现在差一招棋 他下不棋子才有杀 对 然后红方 率先走 泡棋瓶六 对 这样红方先杀了 这好快 黑方走 马五进三 嗯 他先跳了一下 对 嗯 黑方呢 走 去他进去吃 对 这样黑方 对 不行了 主要红方这双马 都使用劲了 我们来看看 他走到巨八进七 对 黑方走巨八进七 这个棋呢 红方呢 就是马进六 走到这儿呢 黑方就 黑方认负了 对 认负了 因为这个棋 黑方只能进马灯 踩了 我们看红方有这儿的手段 对 他先鞠一架 然后他进架 然后他马八进七一架 他转上上架 因为这个马的架呢 红方最简单的 抽巨了 一架 他把鞠抽掉了 就锁成胜局了 那么这盘棋呢 好 好 那这盘棋就给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好 谢谢收看 朋友们再见 这也没起拱一架 就是没法拱架 刚才